影鞋杠马国60年来手变天 西蒙马哈迪夺下国会过半席次 马来西亚大选10日凌晨尘埃落定 高龄92岁的前总理马哈迪 Mahadir Mohamed 带领的希望联盟 PH 在222个国会席次中夺下113席 成功跨越过半门间 连同盟友沙巴民族复兴党的8席 已经足以打造稳定的多数执政 现任总理纳吉 Najib Rezek 领导的国民阵线 BN 仅拿到79席 相较上届大选减少54席 让马来西亚政坛出现60年来的首度变天 本届马国大选共有1430万合格选民 投票率超过76% 比起2013年大选低了9个百分点 西蒙不仅在国会打胜仗 更在12个州议会中 博夏柔佛 马六甲 宾城及雪兰俄等7个州执政权 大举攻破国阵主力巫统的传统堡垒 西蒙这次成功扭转战局跌破不少专家眼镜 因为国阵不仅在3月时重新划分选区 让马来人在各地都能占优势 还大吵众族议题 表示反对党若胜选 马来人就会失去优先地位 企图以民粹沿论山洞乡村的区选民 纳吉选前一天还加码政策买票 表示只要国阵胜选 26岁以下青年免缴所得税 以交税者可以退税 6月开斋节期间也将免收高速公路过路费5天 14、15日也将列为特别假期 然而 纳吉使出的选区重化 众族主义牌与大开支票等手段似乎没有发挥作用 当的媒体指出 除销废税与物价上涨让城乡居民都愿生载到外 纳吉任内丑闻缠身 涉入国营投资基金一马发展有限公司 EMDB 贪于案 还以查禁假新闻为有打压一几 重重原因都让乡村的区的马来选民间失信心 加上众出江湖的前总理马哈迪打消马来人的疑虑 许多人决定将票投给西蒙 终于让马国出现政党轮替 而纳吉也成为守卫失去政权的国阵党魁 得知选举结果后的马哈迪表示 希望十日能够进行总理宣誓仪式 也重申西蒙胜选后不会进行乐意报复 而是要恢复法制 马来西亚政府首席秘书阿里寒沙 Oli Hamse 宣布10月11日日卫特别假日 而纳吉也在上午召开记者会 表示国政会尊重人民的一线 阿里寅 阿里寅